今天的台灣新農情帶領到雲林西蘿 探索百年手工純釀醬油的美味秘密 仍是相傳四代的醬門世家 純釀醬油米和西瓜 變成西蘿三大名產 創立於1909年 今年剛好走過100年 怕幾腳步就有聽到台語味 就是有人在做 怕到廟口就一間 怕到這家油還有一間兩間 我老公就是自己做做了 多做一些拿去賣人 創始人莊林青老先生 從小就會做醬製品 用發酵技術配合西螺的水質和氣候 做出口感甘醇的味道 第二代經營者莊招點 在日據時代擔任醬油會社社長 為了精進釀造技術和品質 在當時還有實驗室設備 這個之前我們在用 特別說那段是有了 我們爸爸在40年之前 有這個要國品質 去這個實驗室的觀點 我們這三人 一般人都大人而已 這三人一三人 這三人就是我們要 我們用兩個人來隔絕其他雜君 莊招點還拓展行銷通路 打下了一片天 波在1969年 主婦和父親相隔五天辭世 第三代莊英烈 莊英姚和莊英智 三個小伙子緊急扛起重擔 後來一些食品大廠引進化學合成技術 用機械取代人工 製造低成本的數量醬油 讓盛極一時的黑豆醬油走入谷底 不過因為對純釀的堅持 在講究天然健康的年代 又重新被市場接受 在桃缸裡釀製出滴滴香醇的好味道 是要靠手工技術和時間來等待 黑豆仙高壓蒸煮 用不落地的冷卻輸送袋 加強衛生條件 發酵用的竹桿會吸收調節水分 用七天的時間培育下一代 之後再洗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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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台間的台間 我們設定這些東西 已經乾淨乾淨了 老的要退休 老的退休 留下新的生命 繼續做醫藥的工作 之後接著我們要放在紅棚底 經過八月光的粉底 在會呼吸的桃缸裡 經過一百八十天漫長的等待 這個就是已經 爆八缸的那個分解了 發酵好好的東西 大家看看 然後黑豆有這種的 這裡面 這裡面很 很 這個色彩很紅的 這裡面很紅 這個吃起來 這個吃起來 會鹹會回甘 他們見證了台灣手工醬油的發展史 第四代的用心投入 更是醬門世家持續發展的力量 那今年是我們的一百週年慶 其實我們每一位家族成員 都希望我們完裝有 第二個一百年第三個 甚至無數個一百年 它是一個永遠的一個企業 用時間創造美味的百年老店 轉型觀光化經營也開創了新局 家族成員各司其職 要把存量的精神繼續傳承 好